他是少年天才 15岁进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 27岁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任正非将他视为接班人 还是华为员工公认的太子爷 本应该在华为大展拳脚 却突然递交了辞呈 自立门户后 背信弃义的跟老东家打起了擂台 一个举动触怒了任正非 不惜自损17亿也要围剿他 这个华为养出的白耳狼就是李依南 曾经在华为风光无限 后来却成为了阶下囚 李依南为什么要判出华为 离开华为后又做了什么 触怒了任正非 李依南如今怎么样了呢 本期解人物带您一起了解 前华为继承者李依南 视频制作不易 欢迎点赞 关注 转发 抓好扶手 解人物带您发车了 华为作为民族企业 最让国人骄傲的 就是拥有世界领先的5G技术 如今备受美国打压 依旧感正面纲 任正非硬核的作风 更是为国人掌脸 不过任老爷子如今 已经年过古稀 大女儿孟晚舟 如今仍在被困加拿大 华为的发展 也受到美国的打压 很多人都盼着 华为的接班人早点出现 能让任正非想想轻浮 早年间 任正非就已经着手 培养了一个接班人 他就是在技术上 有非凡天赋的李依南 他的简历 让很多人都望尘莫及 是真正的少年天才 1970年 李依南出生于湖南 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神童 更是15岁就考入了少年班 开始了自己的开挂人生 1992年 正在读研2的李依南 进入了一个小企业实习 这个企业就是任正非创立的华为 不过当时的华为 并没有如今的规模 还是一个只有200多号员工的小企业 当时的李依南又矮又瘦 而且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重的眼镜 刚来的时候 还被误以为是雇佣了同工 很快李依南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实习期就主持了高达20万美金的项目 而且在工作中 专挑有难度的挑战 脾气也是直来直去 对于脾气火爆的任正非来说 这个年轻人很对他的胃口 李依南身上那股不服输的韧尽儿 还有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拉的作风 得到了任正非的赏识 当年那批实习生中 任正非只留下了李依南 可见对他的重视 有天赋又肯努力的李依南 进入华为后也没有让任正非失望 凭借自己的实力 从华为的普通员工升为工程师 仅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实力让人惊叹 李依南做出了成绩 让任正非眼前一亮 更加器重这个有干劲的年轻人 为了培养李依南 任正非几乎每天都要跟他见面 经常一起吃饭 两个人的关系亲如父子 在公开场合也称呼李依南为干儿子 1993年前后 华为想要转型 急切地想要在自主研发上取得突破 任正非下令研发万门交换机 但如何研发成了难题 这时李依南站了出来提供了思路 这才让研究在短时间内有了突破 万门交换机研究成功之后 李依南迅速升为华为产品线总经理 在1994年到2000年期间将华为的收入从8亿提升到了220亿元 李依南用自己的努力为华为创作了奇迹 年仅27岁的李依南就成为了华为副总裁 也是华为员工公认的太子爷 但就在同一年 李依南却递交了辞呈 决定离开华为自己创业 任正非多次挽留也未能让李依南改变决定 为了自己的爱将能够创业顺利 任正非还特地送上了1000多万的分红和设备 并承诺他如果两年后创业失败 华为的大门还为他敞开 给他保留副总裁的职位 一向低调的任正非更是为了送别李依南 特地在深圳的五州宾馆举办了欢送会 本以为李依南离开后会对华为心存感激 没想到很快就撕破了脸 还违背了跟任正非的君子协定 跟自己的老东家打起了擂台 完全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搞科研出身的李依南 觉得自己的有能力是金字到哪都会发光 雄心勃勃的打算大干一场 于是从深圳转战到北京 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港湾网络 自立门户后的李依南 对自己的港湾公司定位很明确 只要是华为能做到的 港湾也可以做到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要跟华为对着干 也许你会好奇李依南哪来的底气 刚刚创业就敢跟当时已经出具规模的华为对着干 李依南的底气是资本给的 2001年李依南就得到了6100万美元的融资 其中有5300万美元 是由美国的华平资本领头的 他的港湾网络有50%的股份被华平资本持有 是一个标准的外资企业 无论李依南如何与华为打对台 任正非都可以包容 但有了外资的加入 这场对垒就变了性质 是任正非不能容忍的 特别是李依南为了战胜华为 亲手撕毁了当年定例的 不使用华为专利的君子学艺 李依南在博弈中杀红了眼 不仅窃取了华为的多项专利 还买通华为内部人员为他提供情报 为了取得胜利无所不用其极 国外资本正是看重他的这种野心 想要利用他作为历任来击垮华为 任正非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果断出手 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明知道要围剿港湾 需要付出伤敌1000自损800的代价 但在国家大义面前 任正非丝毫不敢骂乎 为了能够扳倒在国外资本操控的港湾 任正非专门在华为成立了打港办 就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围剿港湾 任正非更是下了死命令 只要是港湾参与的项目 华为不要钱也要抢下来 华为可以败给私科和中兴 但不能让港湾抢走任何的项目 如果谁的项目败给港湾 负责人就地免职 任正非与美国资本交手多年 知道他们最怕的就是知识产权纠纷 直接给港湾发了律师函 李一南做贼心虚 知道自己窃取了华为的专利 而且在项目上 频频让华为抢占了先机 他知道大股东面前说不过去 外资不愿意再给他追加投资 本来蒸蒸日上的港湾 一下子就变得千疮百孔 李一南还不死心 希望西门子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 但因为知识产权纠纷 西门子也独善其身地选择了退出 年少成名的李一南野心勃勃 却在利益面前迷失了本心 甘愿被美国资本操控 与自己的老东家博弈 明明是华为成就了他 他却选择反咬一口 不是每个人都是任正非 能够时刻站稳自己的立场 不被资本所左右 任正非围剿李一南也是用心良苦 大概是不想让他一错再错 不惜损失14亿 最终选择收购李一南 心软地要求他回到华为 担任两年的副总裁 不过李一南并没有选择 与老东家再续前缘 两年时间一到 再次离开了华为 选择自己进行创业 不过他还是因为自己的野心 栽了跟头 在2015年 李一南因为涉嫌内幕交易被刑拘 201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 一下子从天之交子成为了阶下囚 如今李一南早已出狱 也已经年过半百 进入了梅花创投 再次开启了自己事业的新篇章 年少成名 难免会被名利迷失了双眼 李一南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明是一手王炸好牌 却被自己打得稀懒 你觉得李一南是望恩负义的白眼狼吗 支持任正非的做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本期的解人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解人物 方便查看 往期精彩视频